就回去錄一下 篩選功能如果你不鎖的話 自己再玩玩看 我想應該這個功能以前都有用過吧 OK那只是說你不知道說 原來這個功能可以跟VBA做連結 而且還可以讓它自動化 你不要小看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其實跟資料庫裡面篩選功能 就此類的功能基本上 基本上完全可以 如果以你們的需求應該是完全可以取代了 那資料你就不需要放在資料庫了 你可以讓它直接在這邊做 而且甚至以後呢 如果你要把資料庫裡面資料拿來做查詢的話 你也可以把資料庫撈過來 再來這邊做查詢 你就可以 如果你不想學seql 語法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資料撈過來 在裡面做查詢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去 下什麼seql 語法裡面slate什麼什麼什麼 一堆的 動作了OK會簡單許多 那再來可能會有個問題說我按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們加這個按鈕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 因為你在篩選過程當中 我這邊按右鍵有個控制項 這邊 摘要資訊 不知道各位剛剛有沒有試一下 你如果加一個按鈕上去的時候 假如你這個什麼 大小位置 不隨 儲存個改變的話 它預設是上面這一個 如果預設是這個的話 它會怎麼樣呢 你一查詢它就變一條線 會變形對不對 那額頭也會想說奇怪 那這樣不對啊 我不可能說查一次 我就把按鈕再調整回來 然後再按一次又再調整 那你不是 完全是不OK的狀態 所以怎麼辦呢 非常簡單 以後如果你將來 因為篩選它會 它會去 什麼 篩選會把一些部分的那個 就是列給隱藏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會造成什麼 造成那個你的 按鈕變形 如果你不希望那個按鈕變形的話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只要按右鍵 它有個控制項的格式 改一下 這個大小位置 不隨處 改變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其實 我好像查了蠻多本書裡面 都沒有找到答案 這個是 我也忘記了 就是反正 後來是自己找一下 就發現 這樣就OK了 好 大概記一下 這蠻重要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那就麻煩了 OK 按下去之後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你按下這個 當然第一個 如果你再輸入小咪 它就會產生錯誤 因為不能有同樣的名稱 第二個 如果說有人 他沒有輸入 按確定 因為他裡面 沒有空的 那也會錯誤 所以 第一個 如何防止 相同的名稱 出現 產生錯誤 比如說你這個時候 就不能再找小咪了 你只能再查其他人 可是呢 最好是什麼 比如說你這樣查其他人 OK啦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 比如說我查這個 查咬咬 這樣應該OK 可是如果你查小咪就不OK 所以你要怎麼辦呢 你可以做一個 房呆 那這邊的話 我有幾個房呆 第一個房呆 那我把上面的程式再複製 因為防止說你們 修改過來 就 就是 舊的 會不見了 然後修改錯誤 還有 方式可以恢復 那把上面 複製下來 我這邊加個底線 防呆一 那防呆應該都知道 因為 平常好像很多裝置 3C產品上面都有防呆 比如像USB的那個 你們充電的那個地方 也是一樣 它有一個 相反 也不會硬插 硬插會壞掉 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們防止錯誤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如果 它的名稱 已經存在的話 那怎麼樣 會跳出一個訊息 就是工作表已存在 請先刪除 比如說這個地方執行過 假設我今天在輸入小咪 這個是已經有了 按確定會怎麼樣 如果你剛剛原來的寫法 程式就會 就會當掉 就會跳出那個什麼什麼 哪個地方有重複的名稱 告訴你 如果現在的話 按確定 它會這樣子 工作表已存在 請先刪除 請先刪除 你按下確定 它就什麼事都沒發生了 好 又跳回來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在輸入之後 有沒有 等於是說 在這個輸入 EvoBud之後 我不是直接就去篩選 而是先檢查一下什麼 它輸入的東西 到底 有沒有在 這個工作表裡面出現 那所以我要怎麼知道說 在 這些工作表裡面 有沒有 叫做小咪的這個名稱 所以以後的話 你們當然很簡單的方法 因為裡面工作表 我不知道幾個 所以也許很多 也許很少 也許有100個 也許有200個 等等的 那你怎麼不可能一個一個 抓出來 慢慢 那就是要 就是要先抓出來 慢慢比對 那怎麼比對呢 當然我可以從第幾個 第一個不用比 第一個一定是 總表 所以從第2個 一直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shoot.com 就是它 所以 第2個到shoot.com 那因為這邊總共會有5個 所以它就是第2個 再到第5個 幫你做什麼事情呢 把它的名稱抓出來 比比看 是不是你剛剛填的那個x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怎麼樣 master box 跳出一個訊息 警告它 工作表已存在 好 當然你 我前面好像講過就是 你在match box 還可以再加一個 豆點 豆點之後的話 還可以去選 如果你要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警告 information 等等的 這邊都可以 或者加按鈕都可以 比如說我就加一個 information 這個提示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 至少 讓那個match box 變得比較 稍微漂亮一點點 有個圖 不過呢 因為你match box之後的話 程式還會繼續 往下走 所以如果你將來希望怎麼樣 程式 就直接跳離的話 那就加這一行就可以了 這行的敘述 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當然會懂得怎麼樣 篩選 就是到那個 就是 問題了 可是問題 它不知道怎麼跳離那個 程式 等於這一行 沒有寫的話 它還是繼續篩選 還是繼續跑 還是繼續錯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 程式到此為止 直接跳到什麼 and sub 就離開的話 就很簡單 is this sub 這個前面好像 我們有寫過 is this for 有沒有 is this sub 就是跳離這個程序 很簡單 很好記 這個也蠻重要的 我也常常這樣寫 因為程式到這邊判斷了 對不對 就跳離了 OK 那當然將來 可能有機會再講 比如說 程式 跳到哪一個地方 還可以跳到哪一行 GoTo 它有個GoTo的敘述 但是沒問題 可以讓你怎麼樣 讓你的程式撰寫 可以更加靈活一些些 OK 好 這第一個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好像有點不太人性化 為什麼呢 它好像也搞不清楚 因為你要 現在的開發 慢慢就 以前是以工程師為核心 工程師想怎樣 就怎樣寫 但是我覺得寫出來的東西 一定是不好用 而且會被客戶罵得要命 然後呢 基本上都 非常的 我覺得它用起來 不合用就會 怎麼就會complain 等等的 但是好像最後 也是 就是這樣 因為 有一定的規則 可是你會發現這樣的流程 其實是非常值得檢討的 因為這樣的流程已經run了20年了 現在還在這樣run 什麼 先什麼 SA 就是做 系統分析 在系統設計 再開始 做程式 撰寫 船式撰寫 之後再去test Test之後再去檢討 它的SD有沒有問題 再檢討 SA有沒有問題 然後中間的話 就是前段可能 30% 30% 40% 的付款 反正就是類似這樣的流程 這樣流程 設計出來的東西到底是不是使用者要的 其實不見得 因為 核心是以系統跟工程師 還有那個分析師為主 那 那個使用者的經驗在哪裡 幾乎沒有 所以現在會有一種就是 特別去了解使用者 需求的所謂的架構思 或者是要 什麼 使用者經驗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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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師 他主要是了解什麼 使用者的經驗 那像現在那個Apple的成功經驗 就是說 他主要 設計的理念是以 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 就是盡量讓使用者不用學習 就會使用的話 那會更好 所以利用這樣的 你要知道說到底 為什麼使用者會在 重複輸入一個名稱呢 一定有原因的 背後的可能性最高的 我想應該是 他想要再查一個新的 資料 也許你的資料 會update 那update之後的話呢 就會產生新的結果 所以 最好的方法就是防待二 最好怎麼樣呢 我們乾脆就是 就是 直接怎麼樣呢 幫他刪除 不要跳離 刪除之後的話呢 就防待二 所以等一下各位可以參考雲端上面的程式 那我乾脆就不要跳出 因為剛剛是跳出 還要再警告他一下 就是說 什麼事也都沒發生 可是最好的方式是防待二 我覺得 這個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查詢的時候 假設我今天執行這個 防待二 那我一樣在輸入什麼 小咪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他實際上 是 有一樣的名稱 那剛剛是跳離什麼事都沒做 那他如果還是質疑要一直key 其實我就是要找小咪啊 那你還要叫我手動再刪除 其實有點不人性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 輸入之後的話 如果有一樣名稱 就先幫他刪掉 對不對 我就知道原來你要找的是新的資料嘛 那你這邊已經有了 我就幫你刪掉了 然後刪掉之後的話 我自動在後面 產生一個新的 新的放後面嘛 這樣感覺好像 比較友善 所以 設計者這個經驗 非常重要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 我覺得工程設計師可能要走到 跟客戶的那一端 他可能要去他的後面看一下怎麼操作的 有的時候絕對都跟你想的是不一樣的 因為使用者的那個操作的方式 是千奇百怪的 所以呢 你要能夠 知道他的操作的習慣之後 你設計出來的東西 就完全可以貼近他的需求 他就會給你竖大拇指 這太讚了 所以他非常的愛 愛使用你的東西 OK 不過這個感覺好像目前來看 這個好像比較 目前我們當然也是希望朝這個方向努力 然後OK按確定 來試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程式跑完之後小咪就出現了 有沒有 然後他就新增一個 就不見了 那當然最好是怎樣 你最好還可以 游標停在這邊 讓他知道小咪在這裡 然後面還有很多延伸性的 比如說篩選之後 可不可以再篩選 可以啦 這個地方後面 還可以再延伸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段程式主要是 找到了之後 有沒有 找到之後呢 沒有做任何動作 只有提出跟他講說 你自己刪除吧 第二段程式嘛 就是說 我除了 找到之外 我還怎麼樣呢 有沒有 這個是找到 如果 名稱相同的話 我就把它刪掉 那刪掉的上面跟下面 奇怪 你為什麼會擺這東西呢 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沒有擺那個 Application 點Disprecelain 等於False的話 他會跳出一個什麼 警告訊息 什麼樣的警告訊息 應該各位有看過吧 就是說呢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刪除 那其實如果說要不要刪除 你還要再按一個確定 其實非常的麻煩 比如像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我沒有加那兩行 我沒有關掉那個提示的話 假設還是小咪 他會怎麼樣呢 按確定之後 他會跳出 資料可能 存在 你所 要不要刪除 那你還要按一個刪除 他才會程式繼續往下跑 一樣可以刪除 可是問題 他這個地方的話 就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道動作 那 他是不是有 應該會繼續跑 他理論上應該會自動加一個才對 所以剛剛這兩行程式主要的用途就是 我要把那個 提示給關掉的話 就是利用什麼application 點 Dispress learn 這個其實 也是application裡面的一個屬性 那你打一個dis 其實點Dispress 蠻常用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如果像 你要大量批示刪除工作表的時候 這個一定要把它關掉 否則的話 如果你批示要 要刪除 大量的工作表 他要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那你要一直按 一直按 那不對啊 所以你要什麼 把它關掉 就是application Dispress learn 就是那個東西叫Dispress learn 把它關掉 但是最後記得你要再把它打開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開的話 那以後 其他的功能 需要有提示的 也不會跳出來了 那就怪怪的 那就很多 就會有出現狀況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有會有兩種的一個 防待機制 另外上面我還寫一個 如果說他沒有輸入任何東西的話 也不能讓他過關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很簡單 如果 x等於空置串 這樣做什麼 請務必輸入資料 然後 再一個逗點 比如說你就再加一個 看你要再加一個什麼警告 或者是什麼一個 一個訊息給他好了 那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那這樣的話 比如說我 test一下 比如說這邊執行一下 他如果沒填對不對 按確定會怎麼樣 請務必輸入資料 那這個程式就不能往下跑了 所以也是sub 按確定 要跳離了 就從這邊 就往下跳了 所以防待二裡面的話 會有兩段 一段是直接幫他刪掉 沒有提示的 一段是什麼 一段是如果沒有輸入資料 那就直接跳離了 這兩段 我想這個地方是 防止錯誤的一種措施 當然不只這兩種 應該還會有更多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 防範 那就可以寫在 當使用者輸入 的時候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 防止錯誤的 幾個 寫作的 這個增加兩段的那個程式敘述 這個... 你帶給我 看 我